现在这里是安徽安庆 我们现在面前的就是安庆的滨江大道 这条路被称为安庆最贵的道路 据说这条路的总投资达到了17个亿 它的总长度有12公里多一点 这条路它是沿着安庆的江边 从西闷的蜀关路一直到东边的外环北路 建成以后能够衔接到岩江中路、岩江西路、环城西路 以及外环北路的向西延伸段 从而形成了安庆神区的江边的一个大外环 今天这个视频还拍一下 带大家看一下这条路的现在一个建设的情况 可以看到现在这条路已经建设的差不多了 道路上都已经铺山沥青了 应该很快就能通车了 航拍起来就可以看到这条路的环境非常的不错 右边就是宽阔的江面 左边就是安庆的东部新城 很多朋友很关心这条路到底有多宽 接下来这个镜头就带大家看一下 从下面那个骑电动车的人可以看得出来 这条路其实非常的宽 建成后应该是十车道还是八车道了 这个我不清楚又知道了 来说一下 现在旁边这些卖的新楼盘 都是用这条路来作为一个卖点 不知道这条路正是通车以后 这边的楼盘会不会斩架 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是东部新城的一些新开的楼盘 可以看到 这边的房子还是很多的 旁边这一大片矮一点的房子 应该是以前的安置房 好像是安庆最早的一个安置房的小区了 道路的右边就是宽阔的江面 给大家看一下 东边这一片的江面非常的开阔 可以看到 然后现在江上面这个船也非常的多 现在这条滨江大道 已经是我们安庆市的新名片了 建成以后肯定非常的漂亮 两边应该还有景观带什么之类的 从现在100多米的高空看上去 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是不是 这一段它的完成度已经非常的高了 反而是刚才一路开过来的时候 中间那一段好像还没有开始铺 我看网上说 这边预计是今年年底就能整个通车 到时候走这条路通过来就是非常的方便了 比以前走宽阳大道那边要快很多 这条路通了以后 安倩的整个大外环的格局也就成了 好 现在这边可以从这个路口出去 这边出去好像就是碧桂园的那个小区了 可以看到 这边的路啊其实早就修好了 然后可以直接连通过来 然后就会到东部新城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方便 好 那大家觉得这条路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啊 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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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